为了感谢县体育会中年的辛苦付出 理事长潘依泉副议长 日前特别举办年终感恩参会 对全县所有的体育会会员及干部们 以及关照体育会的各界人士表达感谢 体育会的副理事长简简贤议员 希望借此联谊 让大家彼此心得交换 并祝福新的一年体育赛事蓬勃发展 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今天这个联谊 可以让大家有一些心得交换 也让我们2018花花花 让我们南河县的体育 可以在彭博发展 而且有我们所有协会的这些干部 继续的努力 我相信各项成绩一定会非常的旺 明年是果年 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旺旺旺旺 理事长潘依泉副议长 也期待新的一年 体育会能再为难投的体育做更多事情 并借此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我一天呢 来感谢我们所有的 我们南河县的体育 这些教练也好 这些专业教练 还是我们国家的我们这些厚厅 对我们体育付出的 一些这些社会人数 感谢林导臨来对体育的照顾 希望我们的管政府 已经我们所有的南河县对体育付出 这些人数呢 在未来一年呢 能够兼加国来用心 付出来体育南南导臨的体育会 还做更多工作 这些呢 祝大家体育会这些好朋友呢 新年快乐 大家恭喜 这场年终感恩参会上 也有摸彩活动 气氛十分折落 包括秘书长陈国中 副议长潘一泉 解议员简锦贤等 共13位议员亲自到场致意 表达感恩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